長沙環園周街窗髮工廠大廈三級火燒了近九小時後 到星期五早早6時24分受控 現場仍冒出少量濃煙 大廈外場分黑 有消防除了黃金戰衣坐在路邊休息 消防紙起火的位置 是八樓一個儲存雜物和物件的廠房 火牆面積大約15x20米 由於屬於舊式工廈 未有裝有灑水系統 這個廠房是用了儲存用途 其中有些木板間成了不同間隔 也堆了一些物件 所以在我們的破構中增加了一定的難度 因為我們需要在農醫物部的環境下 進行爆破 需要進行破構 到早上大約10時 起火大廈局部解封 不少業主和租戶 獲准返回單位查看情況 以及被消防檢查有沒有存放 易燃物品和泥染品 這場火警發生在星期四晚上11點多 八樓的起火貨倉火光紅紅 據悉在同樓層和不同座 也有多個迷你倉 大廈保安員曾帶同滅火桶上樓查看 但由於火勢太猛烈 救不到 火勢太猛烈了 火勢太猛烈了 接著要來找電話店打個業址 看到有火說想救不到 火勢是怎麼樣呢 火勢好猛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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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焦烈之後 接著要來找電話店打過業址 報道場在凌晨12時19分將火警升為三級 及出動百多名消防員 動用五條喉及八隊衣舞隊灌救 大廈內一對男女為熱吸入蒙煙不息 由擔架台上救護車送丸 兩人是兄妹分別是十四和十六歲 他們的父親說接獲前妻電話便趕到現場 她上去是在那裡住的 她上去是甚麼? 在那裡住的倉 在那裡住的倉 可以這樣說沒事 兩個都沒事 只是可能吸引了一些牛耳 劏房多的事比全香港都是 究竟你政府做不做得到事呢? 有沒有做過事呢? 真的有沒有認定真真去做呢? 火警裏面亦有個消防員懷疑體力透支不息 由同袍及救護員抬離火場 她需要帶上氧氣罩 再由救護車送丸致離 今次是早前牛陀閣 迷你倉長命四級大火 養成兩個消防員英勇殉職後 再有迷你倉臨立的工廠大廈發生大火 我NTV東網電視新聞台報導 完全不知道 我看到這事情 我都沒有 mighty raits 他